您面前是一个沿岸珊瑚社区,由众多色彩斑斓的小鱼组成,它们栖息在潜水的珊瑚礁或者珊瑚礁岛屿的台地上,还有像珊瑚一样的无脊椎动物——海葵。 海葵的大部分营养来自生活在其组织中的共生藻类,这些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产生类似植物的糖分。 这些藻类也赋予海葵绿色或棕色。然而,它们的饮食也包括活食、浮游动物、小型软体动物、甲鞘类和鱼类。 如果没有适当的光照,海葵会发生褪色,逐渐导致其死亡。 它们过着不活跃的生活方式,可以自由移动以寻找更好的生存条件。 海葵像珊瑚一样通过分裂繁殖,浮游又体会漂浮在水中直到找到合适的机制。 它们与清晰地毯海葵,生活在坚硬的砂质和岩石质地的浅海区域。 有时直径可达75厘米。 鹰类棚追海葵。 有多种形态,包括粉红色、橙色、红色和标准的绿色。 直径可长到30厘米。 它们是最活跃的海葵之一,当水质参数稍有变化时就会开始移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